台中今天的确诊人数来到了1032人 登上了全国第一 中庄地区目前的疫情都进入了高原期 而随着确诊人数的攀高 连带快筛试剂的需求也增加 但是有不少民众反映说 市府发放的这一款进口快筛试剂有瑕疵 红线跑不出来 高雄也是有一批相同的快筛试剂 目前市府紧急公告回收 也提醒家里头要是有这一款快筛的市民 可以前往卫生局退换货 台中市确诊人数来到1032人 登上全国第一 根据确诊人数流行曲线图来看 下周13号到15号还有一波高峰 确诊人数颇万人连带快试剂的需求量更加增加 不过不少市民却反映 市府发的快筛试剂有瑕疵 有问题的救治款 富乐牌快筛试剂 不少民众用了显示面整面红 评管线也跟着跑不出来 不管有没有开封 这些如果你开封了 你这个壳拿来也可以 或者你带着你接种的这个小黄卡 我们都可以再发两剂的这个快筛试剂给您 市府统计意想人数大约2万多人 主要是5月26号到6月9号期间 发放给65岁以上民众 还有长照机构幼儿园员工 市府紧急公告 要市府赶紧前往卫生局退换货 这边大概有同一个批号的库存 大概有10万剂左右 那这个10万剂 那我们也紧急的去清点 然后同一批市纪的还有高雄市 虽然目前没有接获民众反映 不过市府决定先下架 要民众切勿使用 到指定地点同样可以退换货 接着中部纵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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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